来看一下昨天这个蔡总统的慎选感言 还有韩国瑜败选说了什么 谢谢大家 请大家务必冷静 我讲一些心里的话 既然中华民国的国民 大家做出了决定 我们身为参选人 我们一定服从选举的结果 非常感谢大家 我只能说我个人努力不够 辜负大家对我的期待 谢谢我很好 我希望你们更好 国家更好 蔡英文守住了 我们一起守住了这块自由的途径 我们一起守住了这一个民主的堡垒 我能够领导这个国家 是我毕生最大的荣幸 谢谢各位给我这个机会 我不知道你们有多少人会在街头狂欢 但是呢我希望你们今天晚上可以回家好好睡一觉 我不会忘记对你们的承诺 我还有四年的时间 我一定会留下一个更好的国家给你们 赢得胜利 赢得胜利 好还是问一下这个学伟啦 这一次呢这个民党当然是非常的开心啦 可是韩国瑜的部分呢 这次败的那么惨喔 稍微检讨一下 可是没有想到发表完败选感言之后 竟然是放中外记者的歌词 突然取消了这个国际记者会 韩国瑜明天就要回这个高雄市了耶 你明天可能要面临罢免 你起码还把自己的形象顾好吧 而且还被发现为什么取消国际记者会 他去吃汕头火锅了是什么状况啊 其实我在民调封关之后 我就在讲过说穷扣莫罪啦 觉得说你温书的啊 还给你修理也太烦了 可是我觉得这个人 根本就没有办法打醒他 你到底在想什么啊 到目前为止你说你要回防高雄对不对 怕人家帮你罢免对不对 你要在高雄创下一些政绩基业啊 可是你光看他这个取消记者会 这个动作去吃汕头火锅 我就觉得这个人没求啊你知道啊 这个人最大的诟病为什么 从头到尾就是虎头蛇尾 你看他什么事情 从头到尾把你这件事情做完的 真的啊 你选书就选书嘛 你那个记者会中外记者会 你出来讲一下话嘛 展现一下道歉的诚意嘛 展现一下悔改的诚意嘛 展现一下说我今天重新 从今天开始要改头换面 回去高雄 我不会在中午再上班了对不对 我不会睡到中午了 我要从早上七点就到办公室 晚上再去那边巡视什么东西这样 到议会去什么跟议员沟通 要批公文 要全高雄走透透这样 你如果要有这种决心的话 你怎么可能会放人家那些记者的歌子 对而且你在记者会上讲这些多好啊 对啊 是不是 我就跟你讲说你今天这样 你可以放这些记者歌子对不对 我说实在你从选举的时候 就一直跟媒体为敌嘛 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政治人物说 你今天动不动就跟媒体为敌啊 包括连辩论会的时候 你还点名媒体起来开始骂 骂人家怎么无聊低级 什么烂媒体什么有没有 对良心给狗吃了 那你看你现在选完了之后 三例也不用改两例啊 他现在还可以说我可以好多例啊 对不对 所以就跟你讲说 你看到最后你跟媒体为敌的结果 是你自己倒霉嘛 你放记者歌子的话 人家就觉得说你不尊重第四权啊 对 所以就跟你讲说 你接下来的路 第四权也不会放过你啊 所以是不是这个人 就是从头到尾就是告诉你说 做事要恒星要有毅力 对不对 你高雄市长你也没有好好把它做完 你说要去全省走透透 要环岛之倾听之旅 也走没几站就回家孵蛋 对不对 而且那个小鸡孵出来 也不知道跑去哪里了 所以人家就跟你讲说 你看拜托真的要有毅力 好啦 那我们讲说 你韩国瑜为什么会这样 这是个性使然啊 所以我就跟你讲说 你今天选不上 而且你今天大败的话 还有很多人讲说 他有500多万的民意基础 我这个500多万 这次是投票率到7成5 从来没有这么高的投票率 以前已经好几年没看到了啦 那你这么高的投票率 投出来的票 大家去投你 那你要看看蔡英文多少 800多万 赢你265万 这也是很惊人的一个数字嘛 所以就跟你讲说 你不要以为说 你500多万你很高的 那是很多人被你害到的 对不对 那我在讲韩国瑜 你为什么 我一直在讲说 这次为什么会输 国民党真的是要 好好的检讨自己 我昨天就强调说 我这次输的话输在三个心啦 吴敦义的私心啦 对不对 还有那些抬教者 对他的野心啦 他希望说能够控制韩国瑜嘛 我蹭韩国瑜嘛 对不对 那时候韩国瑜的声势吓死人了嘛 对不对 大家就拼命蹭拼命蹭啊 蹭到最后 你看现在结局怎么样 那另外一个就是韩国瑜 你自己的贪心嘛 对 你韩国瑜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重 对不对 算是一个国瑜企定 你觉得你真的是 是你真的 你靠实力平实力去迎来 那个高雄市长宝座吗 那也不是啊 那很多人帮你 出钱出力帮你啊 当然你自己有那个魅力嘛 可是你的魅力 有没有内涵 有没有深度 有没有程度 这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 你没有这种深度 没有这种程度的话 你坐在那个位置上 你每天你也坐不住啊 对 所以我就跟你讲说 这个实在是 好好了 那我们再讲回来啦 国民党说实在这一次 书他们到底有没有确实在检讨 我觉得是没有啦 对不对 你国民党你说你要团结 选完了之后你要团结 一致对外 开始说监督民进党的执政 对不对 可是我没有看到你团结啊 我只看到你很多心结啊 对不对 那里面每个人 每个人都想的都不一样嘛 连胜文也跑出来跳嘛 洪秀柱也跑出来跳嘛 每个人都跑出来跳 对不对 里面的三头一大堆 那你三头你还要对外面的诸侯 对不对 内部三头再叫外面的诸侯的话 我就觉得说你国民党开始斗啦 对不对 我说实在你斗一斗也好啦 不要的全部都斗走 不要留在党内里面了啦 说实在国民党这个样子 实在是不行啦 那第二个 你在关键议题上 你这次输了之后 你知道输在哪里吗 你关键议题 你到底是亲中还是亲共 这两个完全不一样哦 这是有距离的哦 那你们现在接下来你的路线 到底要往哪边走 对不对 好啦那你面对美中台贸易 现在美国这次出手很用力 对不对 美国这次支持你 美国是基于什么 它是基于经济贸易 它自由民主跟亚太战略 它是维护它自己的利益 它这是挺民进党 因为你韩国一直拒绝美国人嘛 而且拒绝得很透彻嘛 所以你接下来 你对美国的关系要不要修补 那你对中国的关系 你要怎么去靠拢 或者是面对 那你接下来你的关系 路线之争要怎么弄 尤其在一些关键议团 还有同婚 对不对 同婚你不知道吗 我发现他们一直在打同婚 你知道吗 那你国民党内部 自己年轻一辈的 跟老一辈的两个看法都不一样 态度根本就不明 很多人干脆就不要去碰触这种问题 那老一辈的很多区域立委 这次打的那个议题 就一直在骂同婚 一直在骂什么 哎风向在变了啦 你有发现蔡英文每次讲到 同婚下面那个年轻人 摇旗摇得多用力啊 这是一种尊重 不是一种隔绝 以前老一辈的人 对于这种同性恋的议题的话 不敢碰触 是因为那时候是禁忌嘛 那时候你要抓着同性恋的 要打到死对不对 对 所以让他们逼入地下 那现在还是这样吗 在人情挂帅的国家里面 你还需要这样吗 所以你反同你对同性婚姻的议题 你要怎么看法 那核电这个更扯啦 一直在打台中什么乙肺养电 到底有多少人去投票戴口罩的 你告诉我 有真很多吗 有每个人还戴两层三层口罩的吗 如果没有的话 你打这种议题怎么感动人 怎么打动人心 所以这些在关键议题上 你国民党要不要趁这个机会 开始考虑一下 好了那我们再讲回来 造势民调盖牌对不对 对 韩国瑜之前在选前用这种方式 大家觉得说你是非典型对 我那时候就讲过说非典型再怎么样 你也不可能改变传统的印象啦 一个政治人物要有一个政治人物的样子嘛 老百姓对这些政治人物 是有他的基本要求的 你颠覆所有的基本要求 你要老百姓投你的票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你非典型证实你非典型 还是没有办法在台湾这个地方 获得大多数老百姓的同意啊 对不对 那你接下来美中贸易大战你的角色 我刚才讲过你的角色 还有反送中议题 你接下来要怎么走 对不对 还有中国经济 你一味向中国经济靠拢 你觉得水果可以卖过去 路客可以来 可是说实在话 这是全民庶民经济吗 路客来的有多少人是感受到赚到钱的 达港也是要游览车司机 达港也是要卖那个什么伴手礼的 你有没有看到说其他老百姓呢 年轻一辈的人在公司上班 每天看 就像那天蔡英文造势活动 我就跟你讲 五点多现场没有多少人 六点的时候为什么全部都涌入进来 因为这些人是真正在为台湾经济在拼命 脚踏实地的年轻人嘛 每个人要上班 每个人要闹 像韩国瑜的造势场子 两点就满满都是人 你就都领退休金 每天没事情 两点散步就要散去那个场子啊 这个比较一出来的时候 年轻人不会插在心里面嘛 对不对 我现在还有的人就是年轻人在拼 在刺呢 他上有老下有小 你说这些人你把它当作隐形人 所以我就跟你讲说这种东西 你不得不让年轻人不高兴 所以人家讲说这一次是年轻人 告诉你出来说我今天要展现我的力量 我要为我的将来努力 我要为我的将来投下这一张票 那这一次没有听爸爸妈妈的 因为他们要自主 爸爸妈妈总会走 那你爸爸妈妈如果关心你的下一代 你是不是要让你的下一代 有路可以走出去 好了那我再讲一下 其实这一次有最大战犯 除了说吴敦玉韩国瑜之外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国民党内部 到目前为止没有检讨韩国瑜的声音 甚至没有人去检讨韩粉 对 对不对 到目前为止谁敢去得罪韩粉 那你这些人要改革国民党 要争取国民党党主席地位的人 李廉仲最基本的问题 你都不敢去检讨的话 你还是去趁这些韩粉 趁韩国瑜的话 我说实在国民党哪有明天哪有希望 你今天说出来嘛 成也韩粉半也韩粉嘛 这些韩粉排他性 把所有的人往外面去考 只有他的同温层可以进来 其他人都把他往外推往外赶 多少人是遭受韩粉的凌虐之后 火大这一票绝对不决定 再怎么样都投不下去给韩国瑜的 所以你知道这个问题在哪里吗 到目前为止还有人说要验票 验脑袋比较快啦 验票 输200多万你还验什么票 对不对 张立民还讲说奇怪的 是不是做票 这边去投票的时候没有人 你会到三四点去的时候 哪有人啊 对不对 你下午才出门演艺人员都睡到中午嘛 韩国瑜就跟演艺咖一样嘛 才是睡到中午嘛 你没有讲说还有黄伟安不是讲说 昨天在安抚那些韩粉吗 告诉你说 韩粉都很早就去投票 所以到最后票轨开到下面的时候 全部都是韩粉的票 韩国瑜就马上翻盘 跟那个时候又在说这有的没的 面对现实面对问题 今天这些人如果没有办法面对你 包括韩国瑜本身 你如果不改掉你的习性 你做事情还是这样虎头蛇尾的话 我说真的 国民党 不要说下一届2024 我跟你讲 我看到有限的未来 大概两届三届 你们国民党都不用再爬起来 好 感谢观看